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2日至7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独报点评节目 首先给大家谈一谈军报 军报非常重要 也就是如果李克强能控制军队的话 现在的形势,中国的形势不像今天这样糟糕 习近平为什么现在还是控制局势的人呢 也就是掌控了军队 所以说军队的动向非常值得关注 就看军报,军网 军网今天是羞羞大大出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进行 前面还加了一个题目叫学习原神 我以为是一篇文章了 因为如果写一篇文章 你就可以看看究竟军方是什么态度 到现在为此没有军方 军委副主席张有霞和何立峰组织的 学习三中全会的一个报道 不是没学习,也不是没讨论 是因为什么没形成统一意见 不好报 也就是说上层的已经分裂了 在军队里面肯定分成两派了 一派是什么呢?就是习家军 就是张有霞被守的 那绝对和习是铁杆 因为习仲勋和张仲勋两个人 这个是叫视角 对吧?那张有霞支持习一平 真的是大概率的 有人说张有霞叛变不可能 至少从目前看 最多是在三中全会上 可能有些事情呢 这个摇来摆去的 可能对习近平也有意见 但大体上还是习近平的人 所以你今天从军报就可以看出来啊 他这篇文章我以为是文字版 其实不是 他就是六张图 六张习近平的讲话 直言片语 给他摘编出来 然后呢 通过电脑合成 搞了一个底色 话里胡哨的 就这么几条 一条是 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讲话 什么讲话呢? 就讲这个 在24年5月25号 23号在山东济南主持 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的讲话 比如他选择习近平啊 以前的一些直言片语 拼凑起来 搞这么一篇文章 出文并茂 但是文章就这么 文字就这么几段 几乎没有内容 就是把中国现代化蓝图变比现实 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退一步 蕴含着历史的再接续 时代的新途径 需叫真正硬的草劲 也需久久为公的韧劲 等一等 就进一步啊 不是退一步啊 这什么原因呢? 这其实已经暴露了 山东全会他们在思想上造成最大的混乱 就怎么做下一步? 形成两派 他不好讲 怎么办? 外界又期待 军报早一点能够发表文章 杨沐谦 记者 李爱武 赵小帅 杀青 等等等等 你看水稿的 新华社 因 因四贫布 就因向四贫布 新华社 重庆分身 你看 原来是 这个 驻军呢 现在这么讲吧 不好表态 也就是何卫东 和张有霞 主要他们两军委副主席啊 这些核心层 中央军委员本身就分成两派了 逗得一塌糊涂 表面看 中央军委主席还是习近平 但是现在不提 这个 两个确定 也不提两个维护 更不提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 一切听习近平此为变了 你知道吗? 所以才出现今天这个困局 就是不知该怎么讲好 不讲吧 外界议论太多怎么办 糊涂糊涂吧 没有办法就出这么一个 这个政治风险最小 比如说他现在要出一篇文章 说支持这个 还是军委主席负责制 还是习近平说了算 那前三中全会也不是这么定的 三中全会如果顺利的话 那习近平就应该处理 不惜闭幕式 对吧 就用不着 不会出现北京 那么多异常现象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烟花爆竹放出来 那是人们高兴 他终于挫败了 垮台了 其实没垮台 半垮台 比如说冰倒了 老百姓恨不得他死了才好的 是不是? 换一个人 老百姓就这样傻 因为换个人 就能解决问题 你换个人不解决政治体制 也一样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中国就主要就政治体制的原因 并不是别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这是今天很大 很值得关注你最重要的行为 就军报是个什么态度 始终没有 你看以前的会议结束以后 解放军报 国防部网站第一次演讲 学习三宗全会 是一宗全会二宗全会的 总是有一个 表面的统一的思想主题 现在没有 现在是什么? 现在搞了一个图片 搞了这么几个花里胡哨的标语口号 就把习近平这些语录 摘摘摘 搞上去 放一放 那证明他现在还是军委主席 但是 已经是什么呢? 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什么呢? 挫败 搞不好就是下一步就下台了 是以什么方式体面的下台 第二个呢 有种可能的生病 就重病拆身 无力主政 那么只好是什么? 习政权行动虚设 就是军委主席 但是现在已经说了不算 底下分成很多派系 所以今天才会出现 这个军报的这种诡异的现象 这个很值得研究 因为昨天做了一题 讲到军报是以个人名义 上一场 发的一篇文章 就已经暴露它 后来上层的混乱 所以看的人很多 今天又再一次给你们再找这么一个证据 那当然 还有接下来看看 这一两篇军报还会有什么动向 那么再来看 河南省气象台 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三级响应 看见没有 前几天 河南就是暴雨撑灾 现在又来了 这证明什么 这个墙类 我要告诉你 天人感应 我一生绝对想相信天意 这个是人民网郑州四十五号的街 七十六号的九点 河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三级响应机制 逆于二十六号下午发起暴雨预警 正式预警 告诉你 要来了 比战事还厉害 也就是全省各个部门将严密监视台风鸽米动向 这个递进事的做好预警工作 还不错 就是提前能告诉老百姓 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怎么准备咱不去讲了 就老百姓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你发现天气 奇异的天气都在什么呢 打击正敌 冤假错案遍地 老百姓民心民生 传不到这个上层 这个老百姓的愿望挫败 希望达不到绝望 在这样的地区 这说明什么 铁弩 我相信这个 也得强这个大眼泪 是吧 滑滑又流下来了 所以他这个河南省今天啊 这个这个气象啊 是最最严峻的时刻 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另一条消息是 今天是新华社发布的哈 复旦大学夺得二十三级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的这个冠军啊 他这个就是以前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复旦大学过去在王沪宁当政的时候 是吧 就在这个辩论方面曾经多过冠军 这一次又多冠 就非常有意思哈 这是新华社福州7月27号店 一个很大的消息 经过二十二场比赛的这个角度 激烈的角度啊 也就两岸的大学 选了一些就是能以善变的一个学生啊 出来就是演讲辩论 这个是第二十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 二十七号在福州落梦 沃丹大学夺冠 看见没有 台湾世新大学台湾大学 获得亚军季军 北京师范大学杨琴寺 还有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郑国庭 迎获最佳辩论手的称号 就是他分这个奖项 还是大陆的就是大学多关 啊 那么时间是三天 一共多少学校呢 十六所高校 八十个辩论手 什么题目 他辩论的一个题目 你看他选择一个不敏感的题目 叫什么呢 AI文艺作品是否有艺术价值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是 当代青年拒绝还是接受自己的频繁 第三个题目是快节奏的当代 人们要社交还是独处 一共三个题目 辩论 然后主办单位是谁 我告诉你 很有意思啊 主办单位是中国科协 主办单位是什么意思 谁出钱谁都随时主办单位 然后呢台湾福建省科协 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 台湾就这么一个组织 但是民间组织啊 应该是NGO组织 就非盈利组织 中华青年交流协会 北京上海甘肃辽宁山西内蒙 自治区六个省是科协协办 主办和协办什么意思 拿钱的 主办的拿大钱 协办拿小钱 因为你这有地点啊 有租场内费啊 演讲费啊 还有评奖金啊 奖状啊等等啊 开会来的人啊 吃喝拿扎醉等等 福建省科协 敏台科技教练中心承办 就是说福建省啊 拿着这笔钱 问题就来了 你觉得公平 我觉得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 你想主办单位是大陆 我拿钱也是人家 人家那个评选委员会 那评委的时候 很有倾向性 我才不相信 怎么就你大陆的大学 我什么台湾就败了 这一看都是带着观点的 另外你起这几个题目 辩论的题目 也不是人们普遍关心 我看人们最关心 你就谈论谈论 就习近平现在 他上台以后 这个对台政策 正确是错误 你辩论这个看 你在谈谈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的老百姓 不赞成就是这个一国两制 不赞成习近平这套对台政策 你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难道他们不想回来吗 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 那个地盘越大越好啊 语言又相同 没有宗教冲突 怎么不统一 为什么不能统一 你研究一些敏感的问题 大陆什么时候能民主化 习近平为什么要打台湾 始终叫武统台湾 他是为了统治台湾 还是为了统一台湾 你研究一下这些问题 你看大陆能不能给你钱 就这么简单 这一看就知道吗 有选择性找到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花里胡哨的 什么一个人独处还是社交 这些题目有啥代表性 对不对 你就想想他为什么选择这种题目 一定是两岸 就是主办单位精心选择 别让台湾太尴尬 他自己也不尴尬 然后让这些学生们 围绕这个辩论辩论 最后呢 就是谁主办 谁拿钱 谁控制这边 然后人就是先获胜 大陆厉害吧 你台湾不行吧 干拜了 搞这些民党 有什么意思 你给我讲讲 要叫我看你辩论这个题目 我再讲一遍 两岸人们最关键就是 就是习近平这个对台政策 是正确是错误 你就看看九和一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非常有利于国民党 你看侯友宜这次和 和这个赖清德来辩论 我是全看了全程 我既看上一场 就是上一些政府啊 就蔡英文的胜出 他怎么战胜了韩国瑜 我又看了这一场 什么原因 都是习近平脚皇 上次九和一选举 所以原本是说西里话 那时候国民党也很厉害 韩国瑜你想都跑到中联半去了 到了美国 那人气很旺 那不有句词吗 月亮跟着韩徒子走 是吧 等等等等韩国瑜 他为什么后来没选上 总共搞的香港 打击香港反送送运动 使台湾老百姓开香港 是这个德行 我的天 咱个不能搞一国两制 不就是骗局 把他骗到手就开始镇压抓人 到现在他在抓 二三刀立法是什么 二三刀立法就是一个 随便想抓人的 寻死妄法的一个依据 到今天的程度 对吧 可能我讲到这个程度 都给我加个罪名 你随便 还假如罪名 什么罪名 是不是啊 王小红也管不到这里 我要告诉你吧 就是现在老百姓 台湾老百姓 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一个课题 两岸怎么统一 两岸统一 就是民主选举 一零票选举领导人就行了 民主主要行 大陆的民主化 民主化不就对接了 统一根本不是问题啊 你比如说现在你要是什么 国民党啊 民进党啊 这个党 那个党都一起选举 不需要战争就解决了 对吧 你和那个巴以冲突不一样 和俄国战争也不一样 更不一样 谁占领谁了 现在你给我加点 然后宗教有矛盾吗 民族有矛盾吗 什么矛盾没有 你看那个山 山东人在台湾也很多 当然我没去啊 我怎么很多 我知道很多 我上一场不讲到 山东水饺在台湾 我这一表扬他 有一个开水饺的人 就赞助我的一百二十加币 就通过PayPal给我 给我留言讲的 江先生 相信有一天你已经会到 吃上我们的山东水饺 我很温馨 你就想 我都很过意不去 他在卖多少饺 在那挣一千一百二十加币 你不开玩笑是加币 我很感动 你就看着 这两岸有隔阂 一点隔阂没 什么原因 政治体制 就习近平的极权同志 是台湾越走越远 倒向美国了 我刚讲了一半 就是赖清德怎么商量 你看他后遗 后遗过去是警察出身 办过很多大案的 人气也很棒 那是石板甲 不是开玩笑的 冒着枪林弹雨 就像川普这样的 川普是耳朵就来学去了 他是没中担 但是你看人家 当年办理那些案子 那很勇敢 他为什么没选上 就差一点鞋票 习近平搅军 怎么搅军 就马英九 为了讨好 这个习近平 说你要相信习近平 罢了 国民党这下 遗落前兆 这一句话 把他的票全整罢 因为什么 在台湾老百姓的认知当中 都翻习近平 人都比较喜欢 胡女涛那插的 中国政治 你必须承认 咱们实实求实讲 本人无党无派 还没去过台湾 你想我哪有成见 一点成见没有 就在这下枕 你大学生辩论 就辩论这个题目 或者是你辩论 习近平 为什么应该下台 你两岸好好辩论 辩论 这才是你要做的事 你这个科学 花这个钱 就打水漂 有啥用 这一次统战 这一次统战 用这种统战 没用 我就跟你讲 我要告诉你 不要浪费这些国家 民旨民高 咱们再看下一题 看中国网站 今天有篇文章 讲到 我们是农历 讲这么个故事 四川省 有一个女子提前三分钟 敲门办事 给公安局办事敲门 因为她来找了 三分钟 就被警察骂的 骂出去 还有小字评 近日四川随宁 叫平熙县 一名名女子去 宪公安局交警大队半夜 因提前三分钟敲门 若弄了 储弄了一位交警 该交警怒厚 你们是上帝 我们是农历 话题上的热手 今天 这种情况 在中国国内 比比皆是政治制度不保持的 因为我老江在铁队那座记者 做了20年 你说咱们什么时候 没经历过 我也找人办事 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我就跟你讲 你到公安局办事 慢慢看看 你从未看到一次效果 对不对 你不像这里办事 这里办驾照 是吧 你到加拿大交通系统去办办事 那天有一个办公室 上面有个牌子 完了 如果人多 你就排队 进去以后 有一个打号机 你按针 上出个小纸条 000几四米 然后 你就坐下就行了 你就等着上面有个大屏幕 就开始排队 先来后到 管你什么党员 什么胖瘦 什么有钱 没钱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 有几个窗口 到了人就叫 你注意听 你number多少 你比如说 number one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你记住这 你用意味不好 就简单记住这就行 你到眼前 把那些手续给他 你可能得带手续 你比如说你办办车的 这个驾照什么东西了 对吧 驾照延期 你把手续给他 那里有办事的人 从来不会问 你爸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叫 你个人信息 你不问 你就照照照办事 你一看 就看这些手续 帮助你完善 我知道我办过好多次啊 从未有一次 人家让你再跑一趟的 从来没有 比如说你没有照片 类似这方面就拍照 photo 就拍照 他就给你拍照 也 去玩 什么都玩 然后 你说我办完了以后 我现在就想开车怎么办 给那个临时照 马上当就打出来 一个临时摆子上面写的 你已经有照了 你就拿这个就可以驾驶 然后你回家啊 大概等一个星期 在你的住宅就收到 你有地址不是吧 你就收到证件 哪有腐败 你送钱给谁 你送物给谁 你要中国办事 我是知道 哪个单位 如果哪个公司 你养三台车以上倒霉了 你都得养一个警察 你就咱香港 东北半 咱们这么多的牌子 咱都在交警之类搞好关系 为什么 咱两台车啊 还有些同事有驾照什么 你有很多事要求公安的 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晚上回家吧 你这个车停的好好的 在你家门前 你家自己的门前 第二天早上 一开 八点新闻发布会开始 你七点半要开车 你计划是半个小时到 到那个政府参加会 走不了了 怎么走不了了 那个轮子 叫人锁 那个大锁 就是铁锁 锁墙上 走不了了 你暴弄啊 你不着急吧 那边等的人 说好了 新闻记者招呼 开始走不了 一问 这个马兰子地区办公室给你锁了 还有这么个部部 我讲全真事的 完了 你也问这个马兰子地区办公室谁 就是你所在那个派出所 比如说你住在马兰村嘛 我曾经住过 傻口去马兰村 你那个派出所 下边还设立一个什么 有副警 副警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些一些民工 就是他这个派出所的警察的 三千里五代理人 他们敲诈勒索你的钱财 看你这个车好 他整个贴锁已经锁的一次无聊 来了拿钱 停地方不对劲 发款 发多少 二百 吓死你 然后因为你 你咱当时权利有点权利 骂的 你还勒索我 我找你领导 哎 等你找领导呢 领导 咱一找到大领导 对不对 因为四局 比如说宣传部部长嘛 宣传科科长啊 或者是办公室主任 人打电话给那个分局 对吧 就沙口分局 分局长一听 电话给排出所 排出所长和教导人就来了 哎呀 这实际握你手啊 我这摇的实际 哎呀 战长对不起啊 咱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那都自家人 哎呀 以后咱就朋友了 都打不成就 完了 这下美国逢年过节 他都来找你喝酒 这就是中国体制 在这哪有在这呢 在这你有罚单不要紧 你要罚你九十块钱 到法院 小儿罚你 你要不服 不服你打官司 法官就 他就来了 警察就来了 谁给你贴这个条 谁就来了 你打几次他就输 他没有时间陪你 是吧 所以人就一法办事 人家这个国家啊 就是司法是独立 中国什么 没有一个官员 不利用首帧的权力摸取私利 他不利用私利怎么生存 你就给我讲一讲吧 所以像这个情况 太普遍了 这怎么办呢 每一个人都得交点朋友 只有认识人才能走 我们 找老同学 老朋友 老顾下 拉关系啊 这你没有一件事 你去了第一天就能办的 你就拿办护照 你要不跑个三四四四 你能办下来 你吹牛了 你 你办啥事啊 都得拖人 后来我先看媒体报道啊 也有一些送国内回来的朋友说 蒋亦平 你先讲这东西落后 现在国内在这方面 这个习近平搞了听 都不敢 所以开始网上摆好 最好是这样 但是 这个制度不变 这些老少边穷地区 腐败仍然很严重 要怎么李克强 上了以后就整天讲放管服 啥意思 放开管理服 就把你的职能变成夫 但是你想 谁能劝你 你能听 哪个人不想 有天里有人请你吃饭 你因为你已来办事 不行 你这还差一个文件 明天来吧 明天去 明天关门 说明天换人了 昨天谁接待你 说那个一个留警察 留警察 星期一才上班 又吧 等再来 你肯定跑好几次 除非你什么呢 你就得打电话了 找老同学 你这边是那个交警人随随 啊真是 呃 都是朋友 呃 什么事 啊 这样吧 晚上六点钟给你请出来 在一块坐一坐 给你交个朋友 好来了 你得为他请人吃饭 这一下挂了 好几百 他没完事 从此以后他经常找你啊 是吧 你求他方便 是第二天再去 马上给你办了 什么呀 都 这样一个 是吧 筷子一横 什么都行 九中一段 政策方块 像这个女子是没门的 是吧 你自己是普通老百姓 草民敲热门 提前他骂你 对不对 你要他上去挑他门 别说提前一个小时 提前一天 他不得来求你啊 这就是政治制度啊 叫黑暗的政治制度 说为什么要政治体制改革 你来到加拿大 来到美国 你看到这里办事 我不是吹牛 你这里看到哪 看到当官的 没有当官的 你走大街上 谁能突然就给你家发财了 说是突然就给你抓起来了 说走停车 你证件拿手看 我在国内我都是 你开车到东北走一走 马路上一个警察 停车 后备箱打开 警察呀 两个警察 你后备箱打开 他查 查完了 你证件 行驶事 驾驶事 看板铁 找你毛病 一旦你这个 比如说驾照过期了和什么 后车 你看这里哪有 这里很少 这里除非你 你超速了 你有了警察上来 也很客气了 当然你的手不能乱动啊 你可不能像国内 淘宝找人 找电话 那可能人 因为你在威胁人 有可能就开枪了 你的手都放方向爬点 你又赶快 什么都别动 他问你什么话 你就答应你就行了 不行不行 再打官司 就这么简单 你比如说他给你罚 罚错了 罚错了 行 他当然拿完了 再不证 谢谢你 咱明天高到法庭上去 到法庭去打是吧 是吧 有些人不去到法庭上打 你也可以 请一个paradeagle 是吧 不用律师 就法律顾问 就花不多少钱 你和他打打 你就体会体会 社会主义好 还是自卫主义好 法治社会好 什么这个党 那个党 人家不是党来管 你只要站在理上 保证就胜诉 你即使不胜诉 你态度好去了 咱们以前我学英文 有点时间学英文 时间不长 我一定来个中国大妈 我就说 他就罚了90块钱 他当时在超市打工啊 生活过来艰难 完了 他明明输了 他说我也不服 他就抱孩子去打官司 那个法官看的 他回来以后 他说给他撤销了 我说怎么撤销 那法官看我抱孩子 不容易 法官说你来多少时间 我说来六五月 你在哪 我在打工 警察一看 九十块钱 这样 你这个录像写的 就是你这个犯规的 这样 一半吧 好不好 45吧 看你不容易 行 45 是吧 所以 人这个地方是什么 有人监督警察的权利 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警察全是至高无上的 整四年 对不对 你要这个部门 你告人家了 不但没解决 那个部门来整理 是不是 你比如说有些 那个交警支队 我都太熟悉了 你交警支队有纪检署 你告完了 说你警察不好 告到纪检署 那个纪检署 那个助长 哪个警察部队给他送好 他在有这个位置 都仰着他 你告也没用 用他自己的话讲是 首先监督守备 翻来翻去 都是咋的 如此一家 别无分点 你谁也得罪不起他 这是有政治权利 你看那公安局的局长 往往都是剪副市长 他为什么 权力无限 想抓死就抓死 所以这个女子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也就在四川上 横锡仙 怎么发生的 这么个新闻 我不太清楚这个新闻 谁披露出来 如果这个新闻是官媒披露出来 就是一种政治斗争 因为什么呢 王晓鸥的势力正在这 要抓什么呢 刘七宝的人 刘七宝在省公安厅里很多人 他通过这个新闻给你披露出 又开始挖他的老草 就他那些小马仔 你知道吗 也是一种政治动争 因为什么呢 你以前像公安局这些事 你都不能披露到官媒上 只要是官媒报道 就是政治动争 他怎么能抽公安局 公安局这种事比比结实算什么 你提前敲门了人家骂你一顿 你还有敲门 你提前敲门了 你直接扇你两个耳光 不有的事吗 是不是 他为什么以前不披露 他现在需要打击这个刘七宝的势力 因为刘七宝在当人 当人生委书记啊 四川 在这个地方 哎呀 你可以敌系 敌系的敌系 你抓不成腐败怎么办 就抓你这个生活的 就是工作作风 对不对 官僚主义 这叫官僚主义 一看都是政治动争 千万别为他们忽悠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来自哪里 如果是这个女的本身自己发的 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那你就不要过度解读 那就反映老百姓的心声 要改进 改进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 下在这一点根本做不到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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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